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MIRROR的Live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做一個 為了再過幾天就是中秋節 會為大家準備一個 我覺得是很適合大家在家慶祝 或者到別人家慶祝的一個送菜 不過我也先補一句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這個送菜 其實大家都看到桌面我已經預備好了 其實我也知道我今天的題目 就會做一個紅燒原題 但是紅燒原題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做過 或者知道怎樣做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今天 會介紹多一點新的方法 將你本身的送菜有提升 做的過程會好了或者快了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就開始了 好了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角先去一個原題 很多時候其實現在原題不難買 在街市你可以買到新鮮的 在街市你可能或者找些街市哥哥 你叫他預備定留定幾隻給你 那就會OK的 或者去超市都買到的 可能是冰鮮或者是急凍 急凍的話你就需要攤了雪 用了雪先去處理 好了買完回來 然後怎樣呢 有些步驟要處理 譬如開頭 很多時候我們買完回來 都會有一些毛髮在上面 是的 這個毛髮我們怎樣處理呢 有時候如果你記得他說 或者街市哥哥 他已經習慣了 他就會幫你燒一下 但是有時候未必那麼處理得那麼好 我們就可以看看 家裡可不可以預備到這些火槍 這些工具 或者你在爐頭夾著它來處理 怎樣呢就是這樣 開了它之後就可以盡量找一下那些皮 表面上面或者藏起來的一些地方 你是本身之前可能沒有處理 或者未處理的毛呢 這樣去燒一下它 那些毛髮呢其實你一燒 它就會收縮的了 因為其實是很難拔 拔不到的 因為它的毛孔其實毛狼都挺入的 你這樣燒一下它 其實如果有的毛髮應該就已經是焦了 好了 對於你來說 再處理的時候 口感就會好很多 好了 你燒完之後 可能有機會 有些毛髮在上面 或者你想測試一下 究竟有沒有毛髮還在上面 你就可以找一把小刀 輕輕刮一下它 會不會還有毛髮在那裡 如果有的話 你就會聽到一些刮刮聲 或者你是感覺到它不順滑 不平順 那你就可能再用火槍去處理一下它 這樣 還有用小刀刮一下它 那些髒的東西就可以刮一刮出來 這樣會更乾淨一點 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做完了 這個步驟 處理好了 燒了 然後刮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出水了 我們今天出水的方法 都有別之前 可能我們平時出水是怎樣 會開煲水去做的 其實透過蒸爐都可以幫我們出水 為什麼呢 你看到我出水的時候 會有兩個工具在這裡 一個是梳孔盤 一個是一個普通的盤 其實將我們要出水的工具 一些食物放在梳孔盤上 就可以進行出水的過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定呢 當我們出水 放在蒸爐之後 其實這些髒的東西 會滴在我們的附件下面 就變得更方便 你不用用大量的水去儲存 做出水的動作 也不會浪費了那麼多水 也會環保一點 而且也會乾淨 對於女士來說 你不用補那麼大煲水 走來走去 這麼辛苦 其實我自己很推薦這個方法 給客人或者女士們 因為處理會乾淨 輕鬆很多 好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可以 放在蒸爐那裡處理 大概你出水的時間 和我們平時出水的時間一樣 8至10分鐘就可以了 好了 當然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 Live的時間不會很長 我已經剛剛出了一隻 在這個時候 我就把我們的豬手拿出來 好了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剛剛出水的豬手 然後 那些髒水 其實已經是留在盤上 好了 然後我們還在這個時候 做多一個步驟 當我們出水完之後 就要預備一樣東西 一個老抽 還有拿一個掃 那盡量呢 怎樣呢 就掃上去 那時候呢 平均一些 那這個動作有什麼用呢 就是方便我們等一會 再要做一個步驟 就是幫他去 埋路頭的時候 拉油拿色 更加容易拿到色 香味會好些 顏色也會好些 顏色也會好些 那塗的時候 不用刻意塗很多 總之平均就可以了 塗底面都盡量塗到平均 對 那你塗得平均 之後呢 你等下拉油的時候 效果就會更理想 好了 好了 那上完這個顏色呢 那我們就可以 放在一邊等它攤凍 攤凍的時候 你可以放在雪櫃攤凍 或者放在一些當風的地方 等有些風吹一下它 快點乾 那你等待處理拉油的過程 也不會那麼危險 也會安全一點 效果也會好一點 那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現在就講一下 我們煮的時候的汁醬 那好了 這就是我們做書 這個原題的汁醬 那有些什麼在這裡 我輕輕講一講 那有些桂枝 有這個是冰糖 有一個香葉 八角 八角 其實呢 我們以前一般用的時候 都會整顆這樣放下去 其實不需要 你可以捏開它 好像一反反 其實它更加容易出味 而且你放的份量 是不需要那麼多 好了 然後還有些什麼呢 薑 花椒 這個四川花椒 我就推薦用四川花椒 多一點 那為什麼呢 香味會多一點 濃一點 那接著就有一個果皮 陳皮 那你呢 浸完水之後 就可以刮入裡面的浪 它會少一點結味 甘草 其實應該還有草果 對了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一個花椒酒 水 生抽 老抽 就可以了 將全部材料 滾起了 就可以完成了 不過如果我們想那個香料味 味重一點呢 你可以先開鍋 炒一下香料 因為你炒完花椒八角 果皮 甘草其實還有薑 那些味 揮發出來 你煲湯汁是會再濃一點 不過你說我簡單一點 我加進去一起 滾起它都OK 都有足夠的味道 都不會太差的 那當然了 看我滾這個湯 就沒有什麼意思 那我其實已經預先做好一鍋了 好了 出水其實八分鐘左右就OK了 都是跟回 剛才剛才有朋友問 出水要出多久呢 其實一般 譬如我們煲湯排骨也好 很多時候 其實蒸爐和我們煮 那時候那個時間 其實全部都一樣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就不需要 再額外煲一煲水 煲湯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出水 可以呀 煲湯的材料 好像剛才 除了這個豬手 排骨 一些的 或者你去燜一些菜 都需要出水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也都很乾淨 我們出完水之後 你就可以拿出來的時候 輕輕去洗一洗 其實已經是很完美的了 還有呢 你是不需要 預熱爐 你放下去 已經可以做出水這個動作 那好了 湯汁我們處理了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會呢 再做回剛剛我說的那個 拉油的過程 這個呢 這個豬手呢 已經是我們之前 上色了 封乾了 你看到表面 已經是乾身了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去做我們拉油的過程 那我們過來這邊 開個鍋 那準備的時候 你在鍋的時候 我自己認為 如果你在家裡做 就不用那麼多油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又未必想浪費那麼多油 很多時候 你見很多師傅 就可能下很多油 可能要浸個整個原體 那油的份量就很多 我 如果在家裡 我認為呢 其實你只要油的份量足夠 可以煎炸到這個表面 就可以了 那起碼皮的表面 才是我們 為什麼要拉油的關鍵呢 因為做得 表面的皮 效果好呢 其實你的原體 就會拔得來 皮會更加香口 更加鬆化 又有朋友問問題 好了 豬腳 應不應該用前腳 還是後腳 其實呢 我們呢 一般買到的 用來做原體的 我們所謂的豬衫 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前腿 為什麼呢 因為前腿比較細亂 如果用後腿的話 尺寸會比較龐大 是的 有時候我們未必可以 用得到那麼大 而且呢 脂肪分佈也沒有那麼平均 脂肪比較多 是的 側重在某一些大的部分 肉的部分 也都可能是一次過 有一大部分 是肉的部分 可能那個位置 又會比較乾 未必是最理想 反而 所以呢 用前腿就會比較好 好了 也有朋友問 怎樣令到口感更加軟滑 還有溫度是怎樣處理 好了 這個我就買個關子 等下我們就會講講到的setting 是怎樣可以幫到我們 處理這個原體的時候 做得效果更加好 也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會做這個菜的另一個原因 是的 好了 你看到其實基本都熱的了 放豬手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點 先放皮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小心第一件事 吹乾了表面 但是呢 它裡面其實還是生的 我們自己 不過做了基本的出水而已 當它煎炸一段時間 拉油的時候 那些水分就會流失出來 有機會會彈到自己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落的時候就要小心點 儘量呢 慢慢落 不要很大力一次過放下去 好了 現在我們就把它放下去了 因為好像我們剛才這樣講 有機會它有些水在這裡 如果你在家裡 就可以預備一個蓋子 不要蓋緊它 輕輕擋擋它 這樣呢 就會比較容易一些處理 是的 這樣也不會彈到自己 還有有些少許讓它流一些風出來 流一些氣 不會回氣 那些導入汗水就不會流下去了 是的 出水我們用100度出水就可以了 是的 那盡量呢 我們拉油等下 我也希望讓大家看到 拉油的時候 拉油的顏色是怎樣 什麼位置是OK 什麼程度是OK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 金黃色 好了 你看到香口 你看到香口 有基本的金黃色 然後我們 拉這邊 是的 盡量整隻都可以做得到 顏色就比較理想 好了 那邊皮都OK 然後呢 肉呢 反而就不用做那麼久的時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煎得太久 煎得太久 其實就會比較乾 反而皮可以做久一點 好了 因為我們上了老抽 吹過 效果其實就很快已經可以上色了 好 我就拿過來 這裡給大家去看看 這個時候就 好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拉完油的原題 你看到呢 其實呢 表面已經是有些薄薄脆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們 為什麼要拉油的過程 那個顏色要怎樣去到什麼程度 才為止OK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好了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豬手這個原題 放進去我們的真空袋 做一個真空的處理 那首先呢 我就把這個豬手 放進去我們的真空袋裡 先拿 好了 那接著呢 就可以呢 再把我們預先煮好的湯汁 放進去 那其實整個過程你都會發覺 其實都幾乾淨的 不過可能是 一般我們會認為這些大宋 是那個處理時間比較多 比較繁複多工序 那其實你用一些現代一點的方法 其實都可以很乾淨很快 很容易做得到 那大家可以留意得到 那我現在在煮這個湯汁 其實呢 就不是真的濕了很多 那為什麼呢 那其實透過秋真空這個方法呢 其實我們所用到的湯汁呢 不需要的話呢 真的很多呢 也都是能夠足夠 可以蓋過了所有的面 好了 好了 又有朋友問了 怎麼可以入味一點 對了 其實你用秋真空的方法 已經是可以快速地 令到我們這個原題 或者我們醃的一些菜 更加容易入味 如果我沒有秋真空的方法 那怎麼處理呢 那傳統呢 你可以試一下用疏針的方法 那你找一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可能有些師傅 可能做一些消美的時候 都會需要鬆針 可能在豬皮表面呢 那你呢 找到一些疏針的工具 或者找一隻小小叉子 可以刺穿到皮的表面 刺多些 刺多幾下 那其實呢 就可以做到鬆針的效果 就會比較容易入味 不過呢 其實呢 用這個現代一點的方法呢 就會更加快更加方便 好 又有朋友問了 上老秋後要吹多久 那大概三十分鐘左右 你可以視乎你的情況 有時候可能 天氣可能濕度很高 好像最近這樣 經常下雨的 可能時間就會長一點 或者你放在雪櫃 你就會安全一點 因為始終室溫的溫度比較高 現在就很容易支撐細菌 而且濕度那麼高 那好了 我們現在就會放進真空機處理了 好了 打開我們的真空機先 其實我們之前那幾集 都有用過真空機 我們今天又重溫一下 整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好 我們將我們的原體 放進真空機裡面 那之後呢 你會見到有兩組燈 第一組燈 是一個吸力的水平設定 通常我們在熟食的時候 就會用到水平3 最最低的水平 第二組燈 就是the ceiling的溫度 封邊的溫度 technique 依照我們的袋 厚薄的 爭定 那我們的袋 我們公司的袋 比較厚 會用到水平2 如果其他袋 有機會你可以調整你 適合的溫度 便可以了 好 而且我們的袋 記住當你用真空慢煮 要處理真空慢煮的食物的時候 盡量用FoodSafe的袋 這樣就穩妥很多 接著就沒有設定 我們就可以蓋蓋蓋蓋了 在這個時候 大家一樣好像之前一樣 可以留意一下執障的情況 你稍後會發覺開始有很多氣泡在這裡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過程告訴我們發生什麼 它就是有氣壓的改變 令到裡面就算是一個室溫的狀態 都好像在煮的 不過其實它是沒有煮的 只不過是告訴我們 它的氣壓是正在改變的 這個豉油汁 開始都明顯了 你會留意到表面這裡 都很多氣泡在衝出來 好像想 透過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醃的食物 是會更加快容易入味 其實好像我們剛才這樣說 為什麼會利用真空這個方法呢 我們煮完之後 好了夠軟了 其實即使我們不在家裡吃 我整包拿去朋友一起慶祝 也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 那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做好了的 珠手 真空處理了的珠手 那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處理了的 抽到真空的這個原體 是的 那你發覺其實我們不需要很多湯汁 都是足夠已經可以蓋得到 蓋過了整個原體的表面了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那個水分可以更加控制得好一些 我們不會太多味道流失在湯汁裡面 而且我們教湯汁 教的時候 我們一般以前做 要怎樣處理呢 就是湯汁不會煮得那麼濃 我們在爐頭煮的時候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收汁一邊煮的時候一邊燜 那些汁會濃縮呢 其實會令到味道越來越濃 越來越鹹 所以我們教味的時候 不可以教得太準 以前用我們舊時的方法 但是現在呢 就相對就可以 你很簡單方面 我教準了味道 那我出來的結果 其實都是會一模一樣 不會令到你的味道有偏差 那你做下去的時候 就會更加放心 就算你不是你自己親手做 你交給別人做 你將你的 recipe 成全下去 也都更加方便了 好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原題 放到我的蒸爐那裡處理 那我們會用多少度呢 我們今天會用95度 大概做兩個半至三個小時左右 你會發覺其實比我們以前做的時間 長一點 不過出來的 result 其實是好了 因為透過我們利用 溫度可以調教的方法 那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太高溫去煮我們的食物 其實會令到我們水份流失很多 炆燉一樣都會 你會發覺很多時候 就算我們炆完之後 為什麼我們的肉的部分會比較乾身呢 就算它有濕 有汁漲了也會比較乾身 其實就是因為高溫令到水份流失了 好了 當然我們就可以放下去了 三個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因應大小的你自己可以調節時間 當然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未必會在那裡看著我 在那裡做三個小時 我們也都時間關係做好了一隻的了 好了 這個就是用抽了真空處理 做完了大概三個小時的一個原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做這個原題之前 再做這個之前 我們做了一些動作 那是什麼呢 就是把我們的一些拌菜 放進我們的蒸爐裡 就處理了它 因為我們通常吃的時候 原題都會加一些菜 我今天就選了小糖菜 菜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淋上汁之後 其實菜就會吸收了我們的肉汁的精華 其實你吃下去也會不會那麼膩 而且味道又會豐富一點 那為什麼用小糖菜呢 小糖菜本身的形狀其實挺漂亮的 但是為什麼整天好像沒有什麼人吃呢 只不過是可能大家 切的時候改的時候 那個小糖菜 留的部分比較多 因為其實它表面 外圍的部分比較老 它味道不是那麼鮮嫩 所以大家就 對於這個味道 就可能未必一定有絕對的喜好 其實它本身也很甜 如果你真的想吃得鮮嫩一點 你可以在表面那裡 那幾飯去多一點 不過就比較浪費一點 那就看回自己的情況 看回自己的要求 就可以自己選取 我們將我們的蔬菜 放進我們的蒸本上面 跟剛才我們做豬手一樣 我們都可以透過蒸爐去控制溫度 好 我們今天蒸這個菜 都是用95度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了 我先浪費時間 為什麼會用95度呢 除了燜東西之外 可以保留到燜完東西 可以保留到一個好一點的肉汁 其實就算我們蒸菜 用95度 用低溫度的溫度也有很多好處 例如是什麼 就是可以保留到更多營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煮菜 我們煮完的菜會怎樣呢 會發覺我們煮完菜的水 通常都是綠色的 其實就是很大部分的營養價值 都留在我的水裡面 包括葉綠素 這些菜的營養 維他命其實都留在這裡 而且還有什麼 味道 所以你要發覺 煮菜的味道是少於蒸菜的味道 而且蒸菜因為可以調節溫度 用低溫 保留到營養價值 也是更加多 所以是更加健康 而且方便 你又不需要開爐出來 又可能倒一鍋水去煮菜 其實就更加方便 不過這個就是多一個選擇 告訴大家多一個條件 這個時候我就隔起我們 剛剛拿出來的一個豬手 我換回手套 如果去朋友家裡慶祝 其實這樣已經是很方便 可以拿到過去了 我自己覺得非常方便 是的 也都很適合一大班人去慶祝 是的 其實做過程 因為配本身的 portion 也都很大 是的 那好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 隔起一部分出來 我們拿去做我們的汁醬 等一下會淋上去我們的面 那邊 這個就差不多了 好 好 那兩個菜其實已經完成了 我們先拿出菜出來 很快地 好 接著我們就會過來爐頭 這裡處理我們的汁 很簡單很方便 很快的 好了 跟我們以前 之前這樣說一樣 我們做這個賣蜆的時候 就盡量滾起了 你才好下三分水 下完之後 就記住 都是記住要滾起 我們才知道程度 對不對 好了 又有朋友問 沒有真空機 可不可以一樣這樣蒸 做三個小時 都可以的 不過呢 就可以 可以放一個大一點的 煮食的器皿 那裡 你就要有足夠的 那個湯汁可以蓋過面 那因為呢 你如果沒有湯汁蓋過面 對於你煮食的時候 你的原體 你可能經常都要翻 還有做出來的時間不穩定 那你就要加多些湯汁 去做回過程 是的 時間也是差不多 好 好 等我們先滾起了 滾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 加我們的生粉水 下去 先攪勻一點 滾起了 然後我們慢慢加 一路加 加到 我們覺得 稀結程度OK 我們叫掛羹 那盡量 這次要稠少少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淋完 汁上去的時候 希望包得好些 不要卸掉下去 那個汁 那你的豬手就會看下去 那個原體看下去 就會豐盈些 光澤多些 飽滿些 這樣呢 可以稠少少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會看到它流動的速度比較慢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又可以回到這邊 好 剛剛有個朋友問問題 我等一下又會回應 好 我們呢 首先呢 把我們的菜 菜膽放了 放好我們的盤 先 你們回去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圍好它 盡量圍多一點 因為這個菜其實 吸收到的汁其實都很好吃 你會發覺蒸完出來的菜 很綠 很嫩 又不會過熟 其實味道已經很足夠了 我絕對是推介大家 可以回去試試蒸菜 其實蒸菜都好吃 因為它本身保留到 菜的味道很多 不需要加很多調味料 其實都很夠味 吃它的原味已經很好 好 然後呢 放好我們的菜膽之後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拿起我們的圓體 慢慢放 不要弄爛它 我們都想整隻圓整一點 這樣才寓意是好一點 一家人齊齊整整 好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好 我們呢 就可以把我們剛才煮好的那個汁醬 淋在我們的圓體上面 可以淋多些少都可以的 那一家人可能這些時間都是吃飯多的 那你就可以 多些汁可以送飯 對 還有看下去就會飽滿些 好 然後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我們煮的時候有些什麼材料呢 有一個香料 然後呢 還有加了些什麼呢 就是果皮 那些這樣的香料 其實呢 因為果皮 在這個時候呢 對於老人家來說 都可以多加一些 那我就 自己切碎了一些 這個果皮的碎 做Garnish 那你可以灑一些 果皮 那你吃的時候 切完之後吃的時候 就會有多些果皮味 然後我再加了這個 甘油絲 鹿油絲 給它一點清新的味道 還有中秋節嘛 通常都會吃到甘油 鹿油的 那我們呢 其實做菜都可以加少少下去 那那個皮 對了 多些Refreshment 好 我們放了下來 好 又有朋友仔問了 那究竟呢 正菜的時候 需不需要加油 其實因應你的情況 加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加了呢 就會怎樣呢 就是轉身一點 看下去色澤會漂亮一點 不加可不可以做得到 一樣都可以做得到很好的 精彩的效果都很好吃 已經 還有你喜歡加其他絲神靈 或者我喜歡加些蒜蓉 去蒸也都可以 那這個就很自己的 是的 但是你會發覺 就算加什麼都好 你蒸的 其實已經保留到很多菜味 那好吧 在大家面前 就是我們今天做這個紅燒原題 我自己覺得乾淨得來 其實是方便的 整個過程不複雜 整個過程 你可以交給蒸爐去處理就可以 蒸的時候 你又可以出街 去可能 現在可以放寬 大家可以去買一些東西 和朋友慶祝 或者你可以做自己做的事 也可以 我現在又切開一點 給大家看看效果 你見到皮很軟軟軟 很軟的 好像花膠一樣 你淋多些汁 你見到肉汁 其實還有很多肉汁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做的紅燒原題 我都希望大家回去會試一下 和大家中秋節快樂 Thank you